昨天高考成绩就正式公布了 在这里,先祝大家考到一个不错的成绩 然后我再开始伤害你们 当然啦,你的高考考完了,成绩就出卖了 我一无心理负担,二无道德负担 就当然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学生活的真相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 耶,上了大学终于不用每天上课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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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若果你们选的专业比较硬核 分分钟的课程表更满过你高三那时 早上的课全部都是专售 中午的课全部都是必修 高中的晚上,最多不就是自权 你还可以偷下鸡偷下囊 大学的晚上可能都要上课,接着又是必修 你不认真学,万一挂了课 可能还会拼不到业 真的从早上到晚,什么都要学 而且还要继续学修学 据我所知,绝大部分专业都是要学高数的 学了三年高中数学,大家不多不少都有些PTSD 喂,现在准备学高等数学了,朋友你怕吗? 据说,有些人是一直补考,补到去大四都还是不过 接着就研究了,数学都在 那期中考和期末考就肯定是健在了 期中考都还好,期末考就恐怖了 一个星期考好几科,频率比高考 高考你至少有一年的复杂时间 而大学期末考你最多只有一个月的复杂时间 有些同学比较薄,只留给自己一个星期的复杂时间 不是一科一个星期,是几科一个星期 平均一科一日,再准确一点,是一科一晚 可能你们又会想,大学考试合格就行了 这实在太天真了 你猜考合格很容易吗? 如果你是读医的,你带第一个学期的教科书 就已经考过你高中三年的教科书 我还没计算其他必收货的教科书 不过,大学的确没有高三这么多考试 不过不要紧,大学有论文这件事 高三的时候,最多都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 大学就轻激很多了 他一间就跟你说 喂,明天要交论文了,你写好了吗? 蛤?什么论文啊? 据说阿奇是曾经试过,在宿舍打机打得很开心 然后突然被告知明天要交三篇论文 然后他就研究了半晚,怎样在发送邮件的同时 将附带的文件变成乱码 再剩下半晚,他说了三篇论文出来 我之前想想想来想去 我发现,在学习上,大学比高三好的唯一地方就是 体育课不会被人抢 在大学里面,体育老师是不会有事的 很安全 所以,还是要跑800米和1000米 年年都要考,年年都要跑 年年都要面對你越來越慢 和越來越肥的事實 最重要是什麼? 喂大哥,都已經上到大學了 假假的我也是個大學生 勉強都算得上青年才俊 竟然還要在一班女同學面前 跑到一隻狗似的 多失禮啊,怎麼追求女生啊 不過幸好 因為你們上到大學都未必有拖泊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說 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上到大學,我一定要拍拖 我要拖手,我要抱抱,我要疼疼 我要... 不過同學們,真的不騙你 是真的有可能拍不到拖的 在大學,單身了高中三年 然後繼續單身了大學四年 但有人在 重點在於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 變成大學生就一定拍得到拖 喂,我從來沒聽過有人告白會說 我喜歡你 蛤?為什麼你會喜歡我? 因為...因為你是大學生 雖然說,大學生活還是有很多不如意 不過,始終都要祝大家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和專業 然後,用心學習,用心拍拖 如果有拖泊的話 不過,有一講一 現在你們最重要的 都是過一個健康、陽光、有意義的暑假 現在不多睡覺保養 皮膚你還想什麼時候保養? 現在不多做運動鍛鍊 身材你還想什麼時候鍛鍊? 我告訴你,很多人一開學一軍訓 就主動出擊一拍拖就拍四年 我們等到那時候才行動太遲了 喂,阿奇 再做一個在看吧 不做 朋友,你們懂得做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